編長你怎麼看說這個黃世民他兩次到那個總統府關頂 然後去跟這個總統報告 然後大家就想說這是根本就已經違憲 你怎麼看這個事情 這當然是違憲啊 所以這是很嚴肅的問題 憲法其實就是在保護我們人民 保護這個國家的體制 那尤其是總統 尤其是檢察長 他要非常謹慎 不能逆越這個分跡 這個分跡一旦被破壞 整個國家體制就被破壞 那因為現在監聽搞得人心黃 那以前的那個年代 是不是自己又清先有被監聽的這個 那當然有啦 現在其實也在監聽 這個監聽大家其實就是這樣煩煩之談 應該去談說監聽是怎麼執行的 其實每一個人都可能被監聽 你看那個 當然你看那檢察官 林秀桃檢察官不是也被監聽了嗎 以前曾經有一個檢察官 他監聽 順便再擴大加上監聽他的情敵 結果他也被監聽 後來這個案件在法案審判才知道 這很荒唐 監聽在台灣是很荒唐 你說黃市民需要下台嗎 因為現在民黨立委非常 我認為特徵主要應該解散 我認為這個制度 惡用顯然遠大於他的貢獻 我們看他成立這幾班 他做了什麼大的貢獻 其實一般的檢察官都能辦的啦 好不好 好 謝謝 允許市長你以前自己被 來 麻煩你了 你 老闆